10 9 啊 還要數10啊 對啊 為什麼 好 開始開始 啊 你數就要數完啊 你數完 6 5 4 3 2 1 0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上班不要看的瓜姐 AKA台北市議員邱威傑 今天這位是 柴玲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一根棒子還有企鵝 我們就知道我們今天要幹嘛了 對不對 我要先說聲感謝 我要感謝我們的冬夜回到了我們的錄影現場 如果不是他回來的話 我們就甭露了 不錄了 不錄了 所以我必須要說感謝 接下來有老鼠開始跳舞 不一定是老鼠 也有可能是一些異國舞蹈 第一則新聞 異鄉小狗共舞之 前幾天中國的米格魯受害者聯盟 這個微博帳戶他就張貼了一些幼犬的領養訊息 一開始發文一直都發不出去 他就截圖問網友 然後網友就說 你的內文有寫到 異鄉小狗共舞之 雖然他中間有打鬥點 可是在中國的言論審查機制裡面會認為 他這是一種暗語 狗共 狗共產黨 他一開始以為把狗共改掉就沒事 結果其實改掉之後 發出去但是被系統屏蔽了 變成一箱小 共舞之 還沒睜眼就被人 了 一箱小孩 共舞之 還沒睜眼 就被人 這一篇文下面有一個小遊戲 選出敏感詞 我有一台獨立伺服器 我懂 一個獨立的伺服器 就在太平洋東南方 沒有知道重點重點是 一台獨 我剛沒注意到 我的媽呀 台獨 比沒獨還可怕 今天的成績比較接近平均分 比較接近 好你已經被中共抓走了 就是競貧 競貧啊 這還好吧 我只不過稍微提一下 冷席不可以嗎 食洗狗的日子真是苦啊 洗狗 直接勞改 不過的確其實這幾年 中國在針對言論 然後政治方面的審查 越來越嚴格 往年十一國慶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釋放 一萬隻的和平鴿 基於安全的目的 當然會稍微檢查一下 這些鴿子身上有沒有 攜帶爆裂物 或者是有沒有帶一些 危險的病毒啊 病菌 但是呢2014年的時候 他們提高安全檢查的規格 不只是檢查他的翅膀 他的腋下 他的羽毛 還要直接去看他的肛門 有沒有塞東西 哇靠這一萬隻的鴿子 非常的可憐 但是要做這個工作的 檢查員 也是十分的辛苦 下一則新聞 活著就是要大豬大魚 這是什麼意思 製作主張 因為最近呢 桃園有一個富人 他發現他家樓下的屋子 很久都沒有人居住 某一天他就自己破門而入 然後把人家裡面 舊的家具都丟掉 花了二十幾萬 重新狀況 自己住 有一天原本的屋主 在跟當地的鄰居 打電話聊天 然後鄰居就說 你家最近就變得很漂亮啊 他會覺得 欸我家不是很久都沒有人住 是在漂亮什麼 他就跟警察一起回去他的舊家看 那一位富人出來一門 他才發現他的家已經被人家佔據很久了 雖然這件新聞 我覺得在台灣一般人會聽起來說 哇這太誇張了吧 明明不是你的財產 你居然跑進去住 大概在70年代開始 歐美就已經有所謂 占領空屋的社會運動 那個時候大家發現 因為財富分配不均啊 富者越富 窮者越窮 有的人呢可以手上擁有十幾棟房 有的人一棟都沒有 所以在荷蘭先開始這個運動 就是說如果我發現 有一個房子一直都沒人住 我就偷偷跑進去住 住了以後我就聲稱 這是為我所有 表達一個態度 因為這東西就是社會分配不均 這個東西空了那麼久 我們就應該擁有佔有他的權益 作為一個沒有房子的人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像強盜的行為 可是因為在歐美重視社會福利 大家也會覺得言之成禮 所以後來像在荷蘭啊英國啊 很多國家都開始有所謂的 佔領空屋的合法根據 雖然各國針對合法佔屋的規定不盡相同 不過背後基本的原理其實是差不多的 如果原來的屋主 並沒有合法的主張他個人的權益了的話 超過某個時間點 這個房屋就可以被判是有你所有 這件事情其實有它的一些意義啦 像之前有另外一個比較正面的案例 在捷克他有一個醫院 因為說他閒置了很長一段時間 像一個恐怖的廢墟一樣 突然之間有一群年輕人就跑進去 佔有了這個醫院 開始慢慢的改建他 把它變成是一個豐滿文創意義的一個聚落 後來當地的人其實也都覺得 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一個行為 實際來第一則 我認為其實非常具有正面意義的一篇新聞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雖然他聽起來有一點誇張 但是也不是那麼的誇張 真的是太... 有點... 有點誇張 那到底今天最誇張的事情是什麼呢 第三則新聞 全程通緝朱雪章里長 台灣最近這十年來最強迷因之一 沒錯 那上班不要看的辦公室剛好也在大安區 朱雪章里長呢? 也是大安區的里長 還有很多綽號啦 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家的冬夜 他不只政治傾向可疑之外 平常只要一靠近到他後面 稍微摸他一下肩膀 他整個就像小鹿一樣跳起來 孔童的現象 因為我們是在大安區嘛 他就說只要出雪章 一天沒有被逮捕 他走在路上都會害怕 我覺得他有名的事情是來自於很早期的時候 他跟一個叫什麼深海炎王的柔術高手 跟他約比武 然後人家到了之後 他就繞了二十幾個人來 然後他還斷人家絞禁 被人家的武功啊 這是一個名門正派可以做的事情嗎? 2016年他亂斷人家絞禁 被判刑是六年的有期徒刑 今年六月他突然現身桃園機場 說要去中國大陸探親 但是呢因為他現在被法院限制處境 他就被海關攔下來 檢方知道他想要為這個潛逃嗎? 他們就發出了拘票 要求警方拘提 可是呢他沒有在拘提規定的時間之內到案 所以他們就對他發佈了通緝 被通緝之後 他卻在7月23號打卡發文說他在掃墓 他也是大豬大衣 大豬大衣 他之前一直自稱是朱元璋的後代 名字的確蠻像的 因為一個叫朱元璋 一個叫朱雪璋嘛 他2016年在他的臉書跟網友互嗆 有網友可能對他的發文提出指引 然後他就回人家說 請你注意一下你的腳筋 有傷就要去看醫生 轉頭看 朱雪璋直接蹲在他的腳邊 在這邊偷偷的割他的腳筋 如果哪天你突然發現腳痛痛的不能走 就是朱雪璋在你背後 偷偷把你的腳筋給偷走 朱雪璋這個人 他疑似跟國民黨很有關係 他好像有自稱擔任過 馬英九的隨護嘛 對 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 他就無時無刻的 站在馬英九的身後 執行他的專長 好 之前他的道館發生爭議的時候 還是李慶元幫他去喬的 我有發現一個以前的新聞畫面 是李慶在登記參選之類的 然後朱雪璋就站在他的後面 其實粉身碎骨也值得啊 李慶以前的臉書也有發 朱雪璋里長支持李慶 My God 發生過一個非常重大案件的李慶 所以讓人更感覺到 撲朔迷離 台灣政壇的兩大謎團 誰摔死了李慶 朱雪璋的肛門是什麼顏色 這個呢 是我們冬夜為了再一次的節目進行準備 要來解開這個謎團 解開什麼謎團 朱雪璋的月宮是什麼顏色 不就是肛門嗎 因為YouTuber很敏感 那我們就直接進來啊 這底下有幾種不同的顏色 判斷一下到底朱雪璋的肛門是哪一個顏色 你有想過你的答案了嗎 我覺得應該是這一個粉 因為朱雪璋里長有一個浮像 粉嫩粉嫩的感覺 加上他的嘴唇剛好是這一個顏色 上下的兩張嘴正好同樣的一個色系啦 我覺得應該是紅色吧 因為感覺上像雪璋這麼有暴力之氣的人 做過非常多暴虐的行徑 所以這時候他想要維持比較正常的顏色 我看是相當的困難 可是我突然想到我們拍這個東西真的OK嗎 第一個他現在 他來報復興肛膠 對對對 他現在並沒有入獄復興 他現在正在錄像趴趴趴 他會不會哪天直接就出現在 我一直有一個問題 到底他的肛膠這個梗是怎麼來的 2017年出現在朱雪璋里長 負責的那幾個區域的電線桿上 所以有人會覺得 這是支持者貼的文宣 上面寫什麼 朱雪璋里長 不說謊 不犯罪 可能是想要強調朱雪璋里長 斷人絞金不是犯罪 但是他們加了一個 不剛交 對 我們有人說他剛交嗎 沒有 這個朱雪璋里長呢 是台灣過去這十年來 最為經典的民營人物之一 所以我們當然也要來看一下他的民營圖 第一張 朱雪璋被通緝逃跑不是為了自己 是為了極限剛交的教育事業 和他的屁精學生 什麼 什麼啦 什麼是極限剛交 紅色就是極限的顏色 而且我跟你說說到學生這件事情 大小A4跟張飛以前好像當過他的學生 就是網路上有照片 極限剛交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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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直接加斷你反一rous 對 就是斷為酋生 總統候選人 朱雪璋的政見 光交大概無法自撩命 朱雪璋里長的屁眼包含整個宇宙 還會跟你沾眼睛 當你凝視朱雪璋的屁眼時 屁眼也在凝視你 韓國瑜 他已經知道這個屁眼真的會看的 朱雪璋在韓國瑜 光交 朱雪璋真的上過劉飽捷 真的很爆結 他連劉飽捷都上過 應該全世界的人都上過了 保洁你怎麼看? 鋼膠前請愛用 人生晚常 雪章里長 迷因傳說 就好像是我們現在在錄一集 台灣民間傳說一樣的概念 我們要介紹一個傳奇人物 朱雪章 他同一時間有獨特的 超能力 偷人的腳筋 極限鋼膠能力 也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注意 今天就差不多是 誇張新聞 一批十的全部了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來 今天的誇張新聞 今天的誇張新聞 實在是 太誇張了吧 今天是我們的 誇張新聞第10集 不知不覺這個這麼廢的東西 也拍到了第10篇 那誇張新聞呢 雖然不是 瓜吉 這個頻道 有史以來 觀看數最高的一個影片 但是他卻是 過去這兩年以來 我覺得這個團隊 最有趣的作品 那他是集合了 我 彩琳 冬野 三個人 合力 每個人都發揮自己所藏之處 所創作出來的 絕妙產品 之前我們一起合作了好多東西哦 秋條偵探射 秋條偵探射 拍了一集就沒有第二集了 我覺得很遺憾啊 這居然是少數 我們可以撐這麼久 變成一個長壽系列的 拍完10集的現在 我已經開始可以看到 第15集 第20集 甚至可能第30集的出現 哦 好 先感謝我們的彩玲小姐 她非常絕妙 可愛 精彩的演出 和事前的準備跟企劃 那另外呢 事後幕後剪接最厲害的 就是我們的冬夜 如果沒有它在 這個系列就不會存在 那也非常謝謝 螢幕前的所有觀眾 因為你們的支持 這個系列才會不斷的 一直做下去 那只要你們還有在看 那誇張新聞 就會永遠的持續 而且我們會越做越好 那我們在節目的最後呢 我有我來 Frap Like Now OMG UNBELIEVABLE 像撥還是敲 蛤